所以很後悔大小金的油,是很害怕的 有些用海油機過來,機去三萬元 接著又用空油轉回來,接著又要打碎 所以搞到本書的成本幾乎是二十多元價錢 但是都不要緊,我們都比我們以前的估計 有些錯誤的應該不是 想到想不到這麼好賣 當初賣書籌款都不錯,但大得少 但我們今次的活動都會賣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歷史節目系列的第二輯 那些第一輯的第一輯已經載出了 後來我聽到多倫多已經有版本了 大陸不用多了 所以做我們的創作技,即是投工 你辛苦做了,你就被他掠掉去前面給你 所以真是沒有辦法 這本書其實就是講十個大人 十個權分 我們的資訊就是所有有父親的人 在個底下,全部都是奴才 所以這本書是大班,我出了的時候 大班說,喂,師傅 我送給他上去寫字樓 很棒,你知道我們很尊重他 很尊重他的嘛,因為他煲太針 那他就不認了,他就想一想 每個人煲太針,好像煲太的人 煲太針,針就是 你也知道這叫針 他現在煲太針也不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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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25個泛民都每個禮拜開 所以煲太針也不去煲太針也不去 煲太針也不去 他那些人不會叫他不要去 他和你翻臉都像 他就不會去的,他已經去的 你不說話了 其實他真的不煲太針 難道他叫我送給煲太針也不去 我第一篇就罵煲太針也送給煲太針也送給我們 那本書挺好看的 就是要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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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書就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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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像《玉品》這些書 不過我們寫得比他更露骨 因為他要繞幾十個彎 他就很少借 奉金出來他不會奉政詞的 他奉制一些東西 因為共產黨始終就是 一會兒就變禁書 為了賺錢沒辦法 所以他就不會奉去共產黨的 但他都奉金 例如人性或者生活上的東西 價值觀奉這些 我這本書就不是的 奉金全部都是奉政詞的 所有那些政治人物 給我奉的那些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這本書 是一個新的創作原則 電視的節目 這本書也是一個新的創作原則 因為他不會讓我講政治 講起都不順便 我沒得做 偶爾可以做嘉賓 電視呢 我們自己開了一條文文出來 做這個所謂歷史評說 歷史評說 接著就說政治 這次又給我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我最近這個出版社 因為它是一個很窮的出版社 一個小的出版社叫天窗 它出很多風式的書 不賺錢的 我這本書是賺錢 於是我就教他一個辦法 我說你不如寫信給中學 你說要進來買書或者開書展 但是有一個柯牙給你 我就叫玉品來講話 看他怎樣 結果我教了他這招 我現在講了五十多間中學 在五十多間中學 每次進去就是這樣 買下書的時候 就講完東西就簽名 買書 但是在中學裡面 就買七十元一本 一個港幣 賣得很好 其實我的作用就是 進去跟那些學生 跟那些中學生 跟那些接觸 跟著又講一下歷史 講一下風色 跟著又不可以講一下政治 有時候講一下耶穌 不都講的 一個禮拜去兩次 是今次這個旅程 一個半月 他們又快要放假 所以就來我 我一回去 跟著又來了 香港我想我要講 起碼要講二三百間中學會 這個又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可以將我們香港的 所謂我們認為的公民知識 傳授他們的老師 我雖然沒有咪咪開 但是真的 順勢他關了動盤 他又會開另外一個槍給我們 所以是無所謂的 我現在一樣 周界是講話 講話的次數多 一個星期做五天 現在我又在街上講 西洋賽街 你都會聽到 抑文化聲 星期六會 現在是很霸的 因為公民講 這裡有行 周界有人說 於是他們現在兩個星期 霸一次 這個西洋賽街 真的不要緊 西洋賽街很長 街頭街尾 街中間 看看誰比較調座 我們經常在這裡開論壇 我們一開咪 就幾百人買來 這個又是香港一個很實情的景象 你可以在現在這麼開放的社會 搞到我們這些人 要拿著咪在街上買帽 這樣 沒有錢收的 那些人 是宣傳的 但是這個呢 對我來說 現在是一個新的城市 這本書也是 這本書也是 我們希望在這裡 可以把這幾百本書 都賣完 賺錢 另外 都是再次 要多謝廣單 這個機會 因為我 不自比加之行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多倫多 因為多倫多 我來得及 多倫多 又最多香港人 多倫多又比較冷靜 所以在這裡 安排的行程 美俗比較緊密一點 希望可以 中國這次的訪問 又令到我自己 有些新的體會 又希望可以 在這裡 聽我演講 或看我Show的人 有些比較開心一點的東西 有些不開心的 我們都可以希望 大家在溝通的過程 在香港 有多些新的認識 謝謝